大家好,今天是10月28号,我们继续讲基督教专题 10月22号,中凡秘密协定又延续了两年 这个秘密协定是2018年签署的 签署之后,中国天主教的宗教自由状况不仅没有改善 反而更加残酷,充满了逼迫和镇压 在这两年当中,很多的家庭地下天主教受到了逼迫 我们知道中国的天主教分成两部分 一个是共产党它控制的天主教爱国会 另外一个是忠于梵蒂冈的地下天主教会 那地下天主教会呢,这70年来 一直跟中国政府控制的天主教爱国会进行抗争 那自从秘密协定签订以后呢 中国政府就打着梵蒂冈的名义 说我们中凡协议的目的就是让中国的天主教统一起来 所以你们这些地下天主教会一定要加入天主教爱国会 你们不加入的要受到惩罚 所以很多的地下天主教会的主教修女神父都受到迫害 甚至地下天主教会他们的教程呢也被没收了 另外一方面 中国政府天主教爱国会七个 本来是犯了错误了 他娶老婆了,生孩子了 这样的一些主教受到责罚的有七个呢 居然自从签订秘密协定之后 他们合法了 他们可以公开的举行任何的宗教活动了 而且呢他们抢占了原来地下天主教会合法的主教他们的职位 他们的教材 那天主教徒啊 现在是非常的痛苦 一方面他们跟天主教爱国会抗争了七十多年 现在呢 梵蒂冈居然叫他们加入天主教爱国会 这个心理啊很难过得去 另一方面呢 那又是他们的教会的主教 教宗 他们教会的头 给他们说他们必须加入 所以呢 他们现在处在矛盾和痛苦之中 在这样一种 中国的天主教受大逼迫的情况下 那梵蒂冈居然为什么还要延续这个秘密协定呢 这个秘密协定呢 到底讲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那这个事情呢 我们首先要从新任的这个教宗来说起 新任的教宗呢 叫方基哥 方基哥他生于阿根廷 他是一九六十年代呢 成为了神父 当时呢 南美洲流行的是解放神学 那方基哥深受解放神学的影响 正是这样一个神学观点呢 导致他目前的很多的观点 包括他跟社会主义关系走得这么近 包括他一直是反美 反西方 反资本主义 各伦的观点 这些都在这个解放神学里面 给他涌于了过来 那解放神学呢 他主张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呢 不仅是传福音 而且呢 要解决社会的不公不义 我们要拿出实际的行动 来对这个世界呢 采取全面的社会整治的一个料法 也呢 有些人把他指为社会福音 这一点呢 是他比较肯定的地方 但是呢 他采取的这样一个神学主张的背景 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 因为当时的南美啊 很多的政府啊 都是右翼独裁政府 就是亲美啊 亲西方的 然后是军事独裁 因为他们要抵御 共产主义的影响 所以他们主张一种私有化的 但是限制了人们的部分的言论自由 接受自由的这样一种右翼独裁政权 就像蒋介石 统治时期的台湾 也就像朴正熙时期的南韩一样 在这样一种右翼独裁 政府情况下 那一般的社会的知识分子啊 宗教界人士啊 都是有一种社会主义的倾向 解放神学最喜欢引运的经文呢 是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五节到三十八节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 在各回堂里教导人 宣扬天国的福音 抑制各种疾病 各种病症 他看见群众就怜悯他们 因为他们空苦无疑 像没有牧人的羊一样 他就对门徒说 庄稼多工人少 所以你们应当求庄稼的主 派工人去收购 他的庄稼 那这段经文呢 就说耶稣来到世间 不仅是要传福音 而且医治人们的病 尤其他关注那些社会的弱势群体 那些穷人 那些病人 他治病 他解决社会问题 所以呢 我们基督徒 天主教徒 不仅要传福音建教会 而且由我们的文化的施工 社会的施工 要解决社会上的不公不义的事 而且呢 要对那些弱势群体 一定要特别的关注 那讲到这里呢 铁方神学也是不错的 那他激发了一代一代的 天主教徒 基督徒啊 从事广泛的社会的工作 像在拉美的时候 很多的一些神父 就跟当时的独裁政府 又以政权呢 进行激烈的抗争 甚至有些神父啊 都拿起枪 打这个游击战 很多的游击队的领袖啊 本身就是那个教区的神父 那这个事情呢 在拉美呢 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这就是一个解放神学的背景 但是解放神学呢 又跟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 跟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之后 他极端的强调就是 求人呢就是优先的 那富人呢 他道德上就有罪 而且他私有志 就是罪恶之源 然后对西方的资本主义呢 市场经济呢 全力的进行谴责 而且对同性恋全体啊 很多圣经上都认为 他们实际上是 本身违反教会的这些人呢 他们认为这些人 本身是弱势群体 我们要同情他 所以在一种 同情的这样一种心态之下呢 实际上他们也就 丧失了这种公益心 所以你就看到 受解放神学思想影响的 这些教会 他们在同性恋问题上 进化论问题上 社会主义问题上 都是持一个非常开放的态度 那么圣方基哥呢 也就受到这个 解放神学的影响 他从做神父开始 就受这个神学的影响 然后他做了教宗之后呢 他把这个解放神学的 著名的神学家 那都请到范迪刚 来专门主持这个新闻发布会 就写了解放神学这本书的 作者他都请到 范迪刚那进行演讲 所以你就看到呢 他对解放神学是 非常的喜欢 解放神学的思想也决定了 他对同性恋群体 吃开放的态度 他对金花龙 吃开放的态度 他对社会主义呢 更加的友善 那他对社会主义的 极度的亲身呢 也导致他访问古巴 访问越南 而且呢 习近平一上台 他就发去贺信 两个人呢 关系保持不错 而且经常说 我要去中国 那这次呢 在2018年签署 中凡命运协定实际上 为中凡正式的建交铺垫一个基础 他总有一天呢 如果形势不发生大的逆转的话 他肯定会抛弃台湾 和中国政府呢 建立关系 这就是他多年的一个梦想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呢 就是范蒂冈的国务卿叫帕洛林 这个人呢 也是一个非常左的人 而且跟社会主义国家 关系也非常好 他们两个人加在一块的话 都想跟社会主义 搞好关系 搞好关系之后呢 他们自己呢 就可以树立这个历史上的分杯 我们跟中国这个最大的 人口最多的 经济最强盛的国家 建立了关系 有他个人的这种 虚荣心在这个里面 另外就是他们的这种 解放神学的观念 觉得社会主义国家 也有他的一些道理 所以在这样一种立场之下 他们就跟中国政府呢 搞这个秘密的协定 那这个秘密协定的 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呢 主要呢 就是一个关于主教的 任命的一个问题 本来我们知道 范蒂冈只是任命 中国的地下教会这些主教 这些主教呢 中国政府是不容忍的 而中国政府 天主教爱国会的主教呢 不仅范蒂冈冈 绝不认命呢 而且把他们进行责罚 那签订这个秘密协议呢 就是让中国天主教爱国会 他们的主教呢 也受到范蒂冈的一种承认 也可以说他采取的是 一种双重承认 首先呢 我们天主教爱国会 推选三个主教 然后呢 最后交给范蒂冈 范蒂冈从这三个里 跳出一个来 给他进行任命 那这样一任命的话 这个人呢 实际上也是符合中共心意的人 在这样一种 双重承认的情况下 那么就实现了 对中国教区的 范蒂冈和中国政府的 联合的治理 这种联合治理的本质 还是中共的治理 实际上是中共 借范蒂冈的手 实现了对中国天主教会的 一个统一 一个统战 实现了对天主教会的 一个全面的镇压 所以呢 向香港的 陈日君主教就指出 那范蒂冈最后就变成了 中国政府镇压 天主教会的一个帮凶 香港的陈日君主教就指出 这个中凡秘密协定的要害 就是他是秘密的 因为他不对外界公开呢 所以大家不知道内容 然后中国政府呢 就随意来编造谎言 就说呢 范蒂冈怎么说怎么说 然后你地下教会呢 必须要听 范蒂冈说你地下教会 一定要整编到 天主教爱国会来 这是教宗的意思 那一般的人都不知道 密密协定到底写什么东西 范蒂冈也不公开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下 还只能听 中国政府所说的话 所以呢 很显然 范蒂冈在帮助中国政府 统一了天主教会 帮助中国政府 在镇压天主教头 他变成中国政府 镇压天主教头的一个帮凶 那这种情况呢 是非常让人担心的 那现在呢 教宗呢 就变成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的一个敌人 变成了一个犹大 这一切呢 跟他的解放神学的背景呢 是非常有关系的 尤其呢 除了跟中国政府的关系之外 他对进化论的问题 他对同性恋的问题呢 说到更多人的一些非议 我们知道 美国的有个同性恋刊物 叫Advanced 这个里面呢 把他就作为一个分辨人物 他在最近呢 也说了一些话 就是说同性恋者呢 也是上帝的孩子们 他们有享受婚姻的权利 那这个话呢 一般的政治家说的话 没问题 但是他呢 就讲这些话 这些话里面呢 实际上就包含着 他的这个解放神学的思想 这些解放神学呢 他就认为呢 同性恋者 就是一个社会的弱势群体 这个弱势群体呢 我们要尊重他 我们呢 要给他更多的一些关怀 再更多的一些权利 这些思想呢 我后来在韩国 台湾呢 也是在他们的一些教会都找到 因为当时 韩国台湾跟那个拉美的情况 也是一样的 也是受这种 右翼独裁政府的统治 像蒋经石的 蒋经国夫子啊 这样一种右翼的威权统治下 那这个台湾这些教会呢 都渴望的一种左翼的思想 仇视这个资本主义 然后倾向于对这些弱势群体表示光环 所以台湾的有些主张台独的教会里面 有一些牧师他们都是支持同性恋的 当然呢 他们跟共产党呢 现在是非常的通恨 他们知道共产党的这个本质 所以他们支持这个同性恋 他们的唯一的理由就是认为同性恋是一个弱势群体 我们应该平等的 毫无歧视的来看待他们 所以这些观念呢 导致了 教宗呢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他在所有的事情上表现得非常的自由 开放 尤其是对社会主义 对中国政权呢 他变成一种自由开放 无限制的引狼入室 开门祭祷 这样一种状况 最后呢 让中国政权呢 打着他的名义 去欺负中国的天主教徒 现在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在浙江啊 在江西啊 在福建啊 很多的一些 原来坚守 对天主教重振信仰的信徒 主教修女啊 多比迫害 然后把这些信徒啊 教层呢 强制的归还在天主教爱国会的旗下 所以这样的事情呢 已经层出不穷 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天主教 范蒂冈 应该清楚 他们应该服的责任 陈鲜主教说 他现在非常的绝望 当中国政府和范蒂冈 联合在香港教区 任命一个主教的时候 他自己呢 就要消失了 他知道那个时候呢 香港教区就浓陷了 他对整个中国香港的 目前的天主教形势啊 非常的悲观 这个呢 就是由目前的 亲社会主义的教宗方基哥 在中共的这种淫威 逼迫欺骗下一步一步的龙线 让天主教门受巨大的浩劫 天主教徒承受巨大的镇压和迫害 目前呢 这个局势还改变不了 当然我们最担忧的事情是 天主教 范蒂冈跟台湾断交 跟中国呢建交 因为目前的这个趋势啊 会不断的发展 现在这个中华秘密协定呢 只不过是会跟范蒂冈跟中国呢 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 在铺路 总有一天呢 他们断然的把台湾给踢掉 然后跟中国建交 那中共呢 习近平呢 就渴望这样一步路 因为这个范蒂冈呢 他这个实际上影响很大 你中华人民共和国跟范蒂冈 这个国土面积虽然小 但是影响力遍及全球的这样一个国家 这样一个宗教力量 你建立外交关系 对习近平来说是特别贴金的一件事情 所以他们正在谋划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也是奋劝教宗悬崖列马 不要再往罪恶的方向继续前进 你现在呢 已经比很多人认为 你现在变成天主教界的犹大了 你现在不是教宗了 你背叛了信仰 你要重新审视解放神学 重新审视中共的本质 千万不要做教会历史上的犹大 好 今天我们评论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欢迎订阅宝胜传媒 再见